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sbs.com.au 闲写杠Mandarin或下载应用程序SBS Radio App 我是Amy 我的名字叫王贤玉 然后我是布里斯本的独立剧团体现剧团的艺术总监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筹备10月份的一部双语舞台剧 所以是用中英文的字幕来讲述关于一对在2035年布里斯本生活的母女的故事 所以里面探讨就是隔代创伤 因为很多家庭关系不同世代之间的价值观的不同 家人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紧张的那方面的挑战 只是平常我们不会讲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部剧来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 然后可以促进家庭关系之间的改善 然后同时我对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发展 然后如何影响我们人的关系 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这些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就把这些不同的主题穿插在一起 就写了一个叫做爱能 AI 魅的一个故事 所以 AI 讲的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然后魅就是 Maybe 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给观众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然后另外 AI 在我们中文就是爱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爱 然后魅是故事里面那个女儿 她一开始她就因为一场事故 所以她去世了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探索悲伤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呢 如何去面对失去 如何去面对悲伤 然后如何去面对爱以及亲情 所以 AI 魅同时也是暧昧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其实刚才多多少少有提到 您指导这样一部剧的一个契机 我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切入点 和您的个人故事 和您发生在您生活中的一些事 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我本身是一个移民 我差不多八岁的时候就从台湾移民到新西兰那边去了 所以其实我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成长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 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福建话 然后在学普通话 然后在学英语 所以我觉得我的很多思想其实都还是比较传统 所以如何很好地去融合我们在西方社会学习到的一些价值观 还有我们在华人社会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些思想 这些价值观 就是如何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作为一个移民 这是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探索的一个问题 然后中间我经历了当妈妈两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我经历了跟上一代比较传统 东方思想的上一代 还有我自己西方价值观 还有我的一些就是个人的梦想 个人的就是职业上的规划 作为一个职业妇女 然后职业妈妈这一方面 其实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中间我个人经历了差不多八年的产后抑郁症 然后就是心理健康亮了很大的红灯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跟不同时代 跟上一代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 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孝顺 然后要听话 要敬老尊贤 然后你不可以去挑战上一代 他们对你的要求 即使就会让你很不快乐 所以我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挑战 一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我就陷在那个困境里面 就很多年觉得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探讨隔代之间 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观察去研究 然后我发现其实这个问题 通常就是孩子一旦进入青春期开始 跟父母之间就会有这种价值观 还有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个人期望 家庭期望 这些的东西就开始有冲突 然后乃至到后来孩子成长 当了爸爸还是当了妈妈之后 他们的父母有时候还是不自禁的 会用同样的这种方式去要求他们的孩子 照他们期望的方式去过 可是我们处在社会时代科技变化的很多交叉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无法意识到 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 有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意识到 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隔代之间紧张的关系当中 我们只是觉得说为什么不快乐 为什么那么累 为什么我们在父母面前无法做自己 然后父母也觉得很疲累 他们觉得孩子无法了解他们 您刚才说的这些矛盾和冲突 是您观察到或体验到的 好像是属于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移民家庭中 特有的一种矛盾和冲突吗 因为我在新西兰也生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新西兰也有 然后我很多亲戚朋友 他们在世界各个角落 然后不只是华裔的移民或者是家庭 就甚至说我们在中国啊 在香港啊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台湾 其实很多地方家庭之间是有这一方面的冲突的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看到说很多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亮红灯 在澳大利亚是非常普遍 然后在一些东方国家 其实这个状况可能还更加的严重 所以我很担心 我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很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让父母跟孩子之间 不管是什么年纪 都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可以互相去理解对方 所以您尝试在做的就是集中探讨亚裔这样一个社区 从一个移民的角度去诠释这个社区 是这样的吗 其实我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探讨多元文化之间 移民他们在西方国家生活的经历 然后我发现就是很少看到 关于我们的故事被演绎在电视上 在荧幕上或者是在舞台上 通常有的亚裔的形象都是一些比较 陈枪烂调啊 然后就紫版啊 古版的那些形象 这些写故事的人 他们不一定是来自我们文化背景的 所以他们不一定了解 所以他们他们编写的这些角色 通常不是非常的深入 或者是多层次 或者是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我们不会觉得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尊严的一种呈现 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我看很多移民孩子长大 他们从小觉得说 我们在主流电视上 很少看到属于我们的故事 被用很好的方式呈现 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文化自豪感 我觉得没有 很少很少 我想要可以从我们的移民视角 来讲我们的故事 然后值得我们关心的议题 然后可以让主流社会看到说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虽然我们跟你讲的不一样 可是我们经历的这些 关于AI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 情感的这些课题 其实是大家共有的 只是我们处理事情 面对事情的方式会不同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 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 下载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